乘风号所在货物重约5.8吨 主要为台企工厂零配件 辅料及生活用品 将运往福州 上海 深圳等地 船长曹子平首次通过黄旗对台小鹅贸易航线来到大陆 据了解 黄旗至马祖小鹅贸易航线2021年停航 此次复航是继2023年初恢复连江黄旗至马祖白沙小三通客运航线以来 连江县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先市工作的又一举措 据了解 黄旗港自2008年重新启动对台小鹅贸易以来 黄旗至马祖航线凭借航程短 航线稳定等优势 成为台商自用即用物品运输的重要途径 截至目前共往返货轮3549航次进口贸易量4.4万吨